首聘AZ疫苗抵台最快17号就能完成检验封间 好不容易我国终于可以开打新冠疫苗 但是欧洲国家却发现不少民众在接种AZ疫苗后 出现血栓的情况紧急宣布还打 指挥中心调查也发现目前只有三到四成的医护人员 愿意打AZ疫苗 甚至还提到国内开打计划会看国际科学证据的最新发展 这几天就会是关键期 另外还有专家表示 当同一种形态的不良事件一直出现就是讯号 欧洲很多国家还打其实也是对的 面对医护人员的担忧 指挥官陈时中则表示 如果确认疫苗数量足够 不排除总统蔡英文 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都会带头打 我想也不排除啦 不要先看够不够用 只要疫苗足够不排除 总统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会先带头打AZ疫苗 台大医院院长吴明显也跟着赞声 强调自己一定会打 但对比起来第一线医护不少人都还是怕怕的 护理施工会也透露不少护理人员 在接种调查时都沉默以对 却被护理长认为不回答就是愿意打 对于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苏一君 前一天才说国内开打计划 会看国际科学证据最新发展 后来几天就会是关键观察期 陈时中却回答并没有所谓的观察期 说法似乎都不笼 任何的疫苗在开施打的时候 都是有持续的一个观察 并没有所谓的一个特别的观察期 面对欧洲有民众在接种AZ疫苗后出现血栓 有专家初步研派 AZ疫苗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 达到人体的是新冠病毒DNA片段 救治病基转而言可能性比较低 所以有专家觉得要是同形态的不良事件 一直出现就是讯号 更直言欧洲多国还打是对的 经由血栓病史的人不要打AZ疫苗 那还是要看专家的意见 那台湾基本上这个发生率是非常的低 但除了血栓带离亲之外 英国也有不少个案出现过敏反应 欧盟药品管理局也提出 应该要加注AZ疫苗 可能会有严重过敏副作用 若有相关的一些可能的副作用 那当然在访单或者是在打疫苗的时候 跟民众清楚的说明这也是应该的 您看五国首批AZ疫苗 最快在下周三就要完成封肩检验 不精确各种状况频传 只怕都会冲击民众信息 既然我约大家推不倒 台北市今年第一场就业博览会登场 是否年后转职潮 周六上午涌入了大批民众 其中真名餐饮集团也开出了高薪职缺 像是竹间集团释出了店长的职缺 有机会月入六万元 丙太风的外场服务生愿心三万九起跳 如果是料理厨师的话 还可能超过四万五 房仲业在今年也很夯 甚至还保证哪千九个月 每个月月收入超过五万元 另外疫情的影响 小规模的餐饮 履宿业者的人才也转来 想要尝试业务性质的工作 业者表示光是今年年后的履历量 还暴增三成 周末假日人潮满满 民众抢着来台北市今年的 第一场就业博览会 适逢年后转职潮 现场超过一万个职缺 其中像是餐饮业询问度相当高 起薪吗 三六以上 薪资算是一个诱因 算是一个诱因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老板 可以对底下的员工好这样子 餐饮业开出高薪诱因 像是竹间集团 服务人员基本起薪 每个月三万元起 储备干部三万八 当到店长有机会月入六万元 至于知名连锁餐饮顶泰峰 外厂服务人员至少月薪三万九 料理厨师最低也有四万五千多 大家出不了国状况之下 其实在内需的需求是还蛮高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就是内需需求高的状况之下 也希望更多人才可以加入我们 年后同期履率量上升了30% 八成以上都是职场上面的转职者 对 主要是受到这一次疫情的影响 那大部分像有餐饮业或部分服务业 他们在职场上可能业绩受到影响 导致于有转职的念头 另外也有房仲业者分析 许多求职者是来自规模较小的 旅宿业和餐饮业 转而尝试业务性职工作 于是今年扩大招募五千人 而且对于新进人员祭出前九个月 每月五万元的收入保证 企业趁着疫情趋缓之际大举争才 也让不少求职民众跃跃与试 谢谢周一婷 黄明圣台报道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爆出与民进党发言人严若芳 同居宇云消息攻占了各大媒体版面 但是王定宇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依旧是发脸书形成照样跑 根据了民进党中央透露 绿营的基层支持者 似乎对此事反应不大 抗议的电话甚至比绿委高加瑜 之前爆出房产争议时还要少很多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爆出桃色风波后 至今没有北上现身立法院 只有在脸书上不断地发出早安文 他今天又在台南东区准备开始工作了 一篇篇王定宇是早安文 显示跑行程未受影响 日前和党发言人严若芳传出同居情 两人不出面说明却口径一致 关系就是房东与房客 风波烧了近一周也不急着灭火 王定宇的问证表现 的确表现很好 其他属于私领域的部分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民进党内将事件定调为私领域话题 其实党内人士也透露 王定宇事件曝光后 中央接到的抗议电话并不多 相较同党立委高嘉瑜 日前爆发房产争议时 动辄二三十通电话盛况 想去甚远 也因为高嘉瑜在党内如同孤鸟 没有明显派系 不时还会抛口对内攻击自家政策 用于台北市长柯文哲走得近 让基层反应大不相同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 民进党就是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双标党 从来就是言语带人宽于立己 然后犯了什么错 都是要先检讨选民 已婚委员传绯闻 后续动作引发关注 但民进党不担心商级形象 从上到下冷处理 月长 周六伟辰 特别报道 接下来这个议题 恐怕不能再冷处理 关于核四的议题受到关注 政府能源政策主打非核 葛奎苏贞昌也说 核四没办法重启 经济部长王美花则表示 核心性太低 时间至少要七年以上 但是前总统马英九则认为 核四如果要做不会有困难 困难的是政治上的问题 不是技术 你要做不会有困难 困难都是政治不是技术 强调重启核四 有心就办得到 前总统马英九认为 台湾应该以核养绿 那日本当例子 马前总统向政府喊话 重启核四 现在民间也在推动 重启核四公投 这个核四场的封存 就是马前总统 这个花了几千亿 当年都没有完成 换为了二十年 现在不要说该不该 根本是能不能 三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常常在讲 七加一个N年 去做测试 去做这个热机的测试 然后再送原明会审查 光这个的很纯工层面 就需要七年的时间 政府抛口一致 说不可能也让马英九话说得很酸 他们的专业就是这样 核能是不排碳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核能可以算是广义的绿能 小英总统都已经第二任了 再讲这种没有意义 而且无聊的废话 我真的觉得是台湾人民的悲哀 能源问题变成朝野攻防 科学数据不敌 政治口水 记者复权郑俊伟台北赛网报导 政治口水 政治口水 台湾人民的日落 油漏 2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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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